大家好,我是阿周 以下的影片是带各位逛逛 成都的老社区 奎心楼街 我们就走走逛逛 五花果,那是五花果 这么大一颗 谢谢 这些人在排队啊 那么小一间店 生意那么好 大家都在排 排队等着要吃这家 应该是蛮好吃的 不想排 渣渣牛肉 鸡蛋饼 八块一个 好 小鸡蛋饼 在排队中 吃饭了 好 吃饭了 好 吃饭了 吃饭了 好 好 这一条街大部分都是吃的 那可能这边是老区 老城区 所以说蛮多吃的都在这边 看起来都是很红很红的 花椒辣椒下去熬煮的 整条街道弥漫的 都是花椒的味道 还不错 感觉还ok 还没吃到什么 我都没吃到 没吃到面没吃到 一号女猪脚要跑进去逛了 已经过吃饭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一点多了 基本上呢用餐的人还是会有 这间看起来比较卫生一点 网红的嘴骗人的鬼 这一条奶茶可以吃喝 可以吃喝 后面还有一条 平行的 可以吃喝 这里有饰饮可以吃喝 骨盖 骨盖 故意摇给各位看 没有摇晃了一下 这些东西很想吃 可是基本上不能带回台湾 这间咖啡店很有特色 非常有特色哦 那再走回去啊 整条街都是吃的啊 ,就是自己找的 对啊 只要有卑鄙 这些东西都搭着 这些东西都出事了 没有之后 没有的啊 对啊 有呀 老麻蹄花 穿菜拐 对呀 到这边而已啊 那还要排队 不知道 不啊 坐下研究一下 前面一点 准备好了 好的 以上影片是原汁原味的呈现 魁心楼街的一个整个中午的情形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见